媒体报道他可能会自行举办隆重的告别秀 不但会有军乐伴奏 红毯迎接 还有21响礼炮 势必抢尽拜登风头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即将就职 国会大厦前的典礼势必成为全球焦点 过例一头 美国总统川普宣告退场也毫不含糊 美联社引述官员指出 他将自行离开华府特区 在临近的马里兰州安德鲁空军基地 举行隆重的告别典礼 在军机与军乐队的伴随下 走上红毯 以21响礼炮隆重迎接 整场仪式几乎等同接待现任国家元首 接下来他将最后一次搭乘空军一号 前往佛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居住 去年12月就有媒体报道 川普早就规划要在拜登的就职日抢进风头 包括以三军统帅身份 搭乘海军陆战队一号 在众人簇拥下宣布再次竞选2024年大选 但从国会遭他的支持者暴力闯入后 这项计划可能告吹 但他仍将成为美国史上第四位 杯葛继任总统就职典礼的现任总统 既不出席 也不在国会大厦前搭直升机离开 这些被视为政权顺利转移的象征 川普通通不甩 干脆自己策划告别秀 华丽退场 记者综合不到